第三届讲华语运动《我的故事》华语演说比赛 今天举行了总决赛 来自维多利亚中学的杜谢宁 勇夺冠军的殊荣 12名决赛选手在台上生情并茂的演说 只为得到评审的青睐 最终来自维多利亚中学的杜谢宁 夺得冠军殊荣 达麦中学的李林颖位居第二 季军则花落德明政府中学的曹蒙尹 得奖者事后分享了备赛的过程 坦诚在撰稿时也遇到一定挑战 想法的时候就是特别痛苦 就是像上一届冠军说 灵感突然就是来的时候 就是你就不用睡觉了 然后灵感没有的时候 就是抓头发 抓后头发掉 就是想不到嘛 有时候我会很快地忘记 我要说了什么 然后我很快地会紧张 因为这首话语很难 很难 东郡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是活动的嘉宾 由推广华语理事会和五言媒体联合 举办的华语演说比赛 今年迈入了第三个年头 主要是为13到18岁青少年提供平台 让他们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 学习并加强表达和演讲的能力 也激发他们对学习华语的兴趣 谢谢大家